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 脚球次数会更多 是河南松山龙我们看看王上元 球没有传球传起来 这下点还是抢着了 你看他身体看他不快 对他护球控球太好了 面积大对 而且对于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体度 哇这个是要出牌了 这个这是一次上抢 这应该是 想要最起码首先第一个要口头紧 好 这种是有伤害到对方的 这时候其实就不要说话了对吧 警告因为大家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集中的 集中的生活集中管理 这球好又好在这个牛仔这下 他最起码他是馋的时候 他没有双脚去踹人 对那如果是这个动作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 对你看现在我们看啊 现在应该河南现在踢的是个四后卫 对吧 太漂亮 这个就是我说了 他踢四后卫 我让他踢四后卫最大的一个缺陷 这是突如其来的一次机会 就是河南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踢过四后卫 所以说在这踢四后卫的时候 他没有这时候缺少一个人去保护 这时候问题就在舒尼奇往前这一走 他一上身后要有一个人保 如果是五后卫的话 他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你看谁是牛仔翼 对 左路的球员过来封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不熟 他踢的有些战战 他踢的有点难受 好球 好球出碎打空了 拉开有吗 绕开门将王大雷 左脚推卡兰加 但这个要看有没有 有没有阅位 有没有阅位 就要看这个 这个视频回放 横向了有没有视频 你看这脚的外脚被穿的 这个就这个就常说我们叫什么 手术刀 真是手术刀 一般的传球 第一场比赛呢 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默契 而这场比赛把卡兰加的速度对抗啊 都发挥了出来 你说你一个队有俩这样外援 一场给你进一个 哎 你 这这个 这次这个河南还有反击的机会啊 等于三打三了 能不能传到后点 来了 来了 漂亮 漂亮 四十三分钟三笔 对反击 这说这个哥哥能力太强了 对而且这个打的太轻松太轻松太轻松了 这时候就三打三了 三打三了对不 怎么打怎么有了 很轻松啊 你给他这个地方传到他 那不随便推吗 对到多拉多这边还有呢 等于是有双点阶 对 属于界定可吹可不吹 对 那么就看他怎么衡量 你看 你看他就如果吹这一下是犯规 嗯 应该是要吹了 算进球 算进球 他现在打一些突然的一些 他现在关键是没有 哇 这一下 这一下 严重 我觉得可能 先要看慢进 这个黄牌是可能打不了的 而且这个可能还要追加处罚 嗯 这一下不应该 我觉得作为冠军球队来说 这一下确实不应该 两轮比赛 我们已经看到好多 这应该是要把黄牌取消 知红 这肯定要知红了 对吧 这样一个中位 黄牌取消 对吧 对啊 应该是知红 这次肯定要是 知红下场 两场两个中位 靠住 对 嗯 能不能给到卡兰加那边推 好球啊 好球啊 进进去了 直接 直接打门 78分钟 河南松山 卡兰加 没开二度 现在是4比1的领先 你别说中进宝啊 他有 这脚球塞的还是不错 已经有两次了啊 这样反击当中的传球 我说你让河南队打起反击进入到他们的这个节奏 这真是扛不住这样的一个前场 因为他前面这个外援的歌能力太强对 对王上元啊 在中场拿球 越位了 这就应该越位了呀 嗯 哎呀 但是我感觉这球 越来越位在 我们要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 第一时间我觉得是越位了 我们要看一下 他排口的这个思路可能要比梅州会更大一些 因为他靠 靠海 靠海嘛 对 好 这时候啊 李海鑫是主菜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 这是挺让人意外的一个比赛啊 河南松山龙门4比1啊 4名外援进球 卡兰加个人独中两援4比1大破未免冠军 山东泰山 分享比赛终结说有李懿和言强大 整个对手 把依罗打的给了 劲 ceğim 渴阻 终结说有李懿和言 无论